由杨子二搭李宪主演的古装剧《国色芳华》 虽然才刚刚杀青没多久 但剧集的热度和讨论度却已经是非常的高了 甚至于说早早的就预定了爆款 或许是看到了《国色芳华》出色的播出前景 平台和剧方也是调整了相关的当期安排 并且在近日开启了剧集的播前招商 可以说是开播进程的再度提速 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 根据高人气同名小说改编的《国色芳华》 以女主如何利用自己高超的牡丹培育技术 一步步成长为出色商人的故事为主线 讲述了一段融合了女性励志 经商 爱情 朝堂等诸多元素的精彩故事 从曝光的招商信息来看 《国色芳华》还有着先婚后爱的设定 这也是在精彩的经商故事线外 还增添了诸多不一样的看点 进一步提升了剧集的竞争力 在此前官微发布的预告中 我们也是能看到《国色芳华》的场景和浮华道 都透露着满满的唐风感 而且其中还融入了诸多有代表性的舞蹈和朝代背景 再加上实力派导演丁子光和张渊昂的联手把控之下 整部剧整体质量都有着极高的水准 当然了 《国色芳华》的核心竞争力 以及最强的招商来源 无疑还是杨子和李宪领衔的主演阵容了 继《长相思》后再度出演古装大女主的杨子 无疑是目前《九龄花》中最为耀眼的一位 不仅在《瘦身成功》后美出了新高度 而且也手握《长相思》《成欢记》等多部爆款剧 让他在时尚 影视等各个领域中都迎来了新的事业篇章 此番首部尝试唐风剧 杨子也是展现出了超强的古装驾驭度 经典的唐装造型 可以说是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 而与杨子二搭成功的男主李宪 则依旧是目前《终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帅气有形的外表 以及不断打磨成熟的演技实力 让李宪有着足够的抗剧能力和流量号召力 特别是在2024年 在《春色寄情人》《群星闪耀》时 两部男主剧播出后 李宪更是再度迎来了事业高峰 古装经验较少的李宪 这次在《国色芳华》里 也是有着远超预期的表现 唐风造型下的李宪 不仅极具儒雅感 而且也更具魅力 能和杨子实现巅峰相见 原本就有着出色CP感的两人 同框画面更是甜到爆 在剧中 杨子和李宪不仅将有着生意场上的诸多博弈 而且还将在感情线上上演 先婚后爱诸多的情感羁绊 也是让两人在剧中的对手戏 变得更为的精彩 也必将会是整部剧最大的看点之一 值得所有人好好期待一番 除了两位主角外 《国色芳华》中还有着魏哲明 张亚钦 涂松颜 管月 许灵月 沈梦辰和童梦石等一众老熟人参演 整个阵容颜值 演技和人气兼备 有着极强的综合实力 放眼所有同类型的作品 都称得上是颜值天花版的配置 根据招商的信息 《国色芳华》的首播时间 预计将会是2025年的暑期档 虽然在明年 我们将迎来所谓的唐风古装101 但在有着杨子 李现作镇下 《国色芳华》无疑是其中最具潜力 成绩上线也会是最高的一部古装剧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终于要来了 古装大剧限于来袭 演员阵容不弱 不惧慌了 仙侠剧 曾经也是收割热度与收视的力气 比如 《仙剑奇侠》转三 《古剑奇谈》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是当年罢评的经典 至今还让人念念不忘 而如今的仙侠剧却大不如前 光是今年上半年 就有《奇今招》《仙剑六》《狐妖小红娘》 纷纷被观众吐槽 而到了《暑期档》 《四海重名》更是扑得悄无声息 反倒是带播剧中 白鹿主演的《白月范兴》 唐烟主演的《念无双》 都有不少观众期待 不过 还没等到这两部的消息 倒是先等来了另一部剧的消息 县余出现在酷发布的2025年度片单中 同时发布的还有首支预告 看来播出指日可待了 这部剧中人设反差大 风格轻松幽默 感情甜虐交织 拯救剧迷们巨荒的仙侠大剧 这次真的来了 县余改编字小说 向师祖献上县余 讲述了意外来到修仙界的廖婷燕 用自己的咸余本能 打动了被封在山中的 庚臣仙府师祖司马娇 两人在经历了三世的爱恨纠葛后 最终选择了守护彼此与三界太平 结合预告片与梗盖 这部剧中有两大看点 最值得期待 看点一 打工人便修真小白 穿越这个元素 在国产剧中 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设定了 从穿越时空 到灵魂穿越 再到穿书 这种设定 一直对观众的胃口 而在这部剧里 女主直接穿越到了修仙界 剧中打工人廖婷燕 来到了修仙界 成了庚臣仙府辈分最低的新弟子 但在别人潜心修炼升级的时候 廖婷燕选择了躺平当一条闲鱼 乐知天命 与世无争 女主的设定 主打一个反套路 争强好胜这个词 完全和她不沾边 毫不怀疑 就算出现个和她抢男主的女二 她也只会找个舒服的姿势看戏 日常拼命的打工人 暴改反内卷的修仙小白 这种闲鱼人设颇有新鲜感 更是阴差阳错的贴合当下观众的精神状态 看点二 男女主的三世情缘 一段坎坷曲折的爱情故事似乎是仙侠剧的标配 这部剧也不例外 剧中司马娇名为闭关 实则是被封印了500年 所有人都怕她 也想杀了她 只有廖婷燕除外 在她眼中 司马娇等同于老板 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杀人 但也正是廖婷燕的想法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冷漠暴力的司马娇 两人在人间 魔玉 先辅三界历经波折 最终还是选择了共同守卫三界 而男女主的感情线中也没有误会 因爱生恨的狗血桥段 虽然经历波折 但更接近细水长流 如此精彩的剧情离不开主创团队的加持 这部剧的导演温德光 曾指导《言喜攻略》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等高分剧集 足以说明导演的实力 这部剧有他坐镇 这部剧的质量十拿九稳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看下来 整体实力不弱 选角更是十分精准 第一位 宝剑锋 正在热播的《山花烂漫》时 中宝剑锋饰演了丁啸啸的父亲 严肃不失亲切 而宝剑锋绝对是不折不扣的实力派 儒雅柔和的外形 随着年纪渐长更多了不少沉稳与次从容 这几年 《孟华路》《星汉灿烂》中也都有他的身影 尽管戏份并不太多 但在剧中却十分重要 新剧中 宝剑锋饰演了诗千吕 是更臣仙府的现任掌门 预告中诗千吕面带笑容 看起来颇为随和 不过作为门派的掌门 这个角色应该不是表面看起来这样 选宝剑锋来演这个关键的角色太合适了 第二位 郑和惠子 《花间令》中 郑和惠子客串了换脸前的女主杨采薇 凭借仅两集戏份中的出色演技收获了众多观众的认可 而在这之前 郑和惠子在《下制位置》中饰演的闫墨就已经出圈 她在剧中的表现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新剧中 郑和惠子饰演了周青 看预告中的扮相 周青可能是为人间店铺的掌柜 这个角色应该在剧情的中后期才会出场 相信郑和惠子的演艺能再一次惊艳观众 第三位 曾黎 不论年龄多少 曾黎的颜值从来没输过 演技也可圈可点 在《玉谷瑶》中曾黎饰演的《白烟》柔中有刚 与《风行》中她饰演的沈穆月 英气 潇洒 又完全是另一种风格 而新剧中 曾黎饰演了司马厄 预告中她服饰精致 看起来优雅高贵 这个角色在剧中应该与男主司马娇之间应该有些关系 曾黎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值得期待 第四位 马亚书 抛开吴奇隆前妻这个身份 作为演员马亚书的演技一直发挥稳定 《月升沧海》中马亚书饰演了刻薄的文修军 让人印象深刻 而在新剧中 马亚书饰演了诗千度 这个角色应该也是耕臣仙府中有些地位的人物 诗千度这个角色在剧中可能戏份不多 但应该是个重要配角 此外 剧中还有陈飞宇 王颖露 何中华等演员 全员颜值在线 演员与角色十分贴合 还有实力派演员助阵 相信他们能给观众带来一场试听盛宴 仙霞剧如今的处境 有些像激进干涸的水井 剧情俗套 同志化严重 既复刻不了经典 又没有什么创新 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而一些剧集的制作 也看不出什么精心打磨的痕迹 从浮化道到特效的制作都像流水线作业一般毫无新意 那这不限于再造水源的能力吗 从预告中来看 这部剧的画面十分精致 特效也并不廉价 在视觉效果上绝不拉垮 剧情上更是有实力雄厚的主创团队 保驾护航 原著小说也给剧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剧情更不用担心 只要这部剧顺利播出 有望成为又一部爆款 让仙霞剧重回巅峰 感谢观看